上个星期,前交通部长陆兆福在国会辩论2021年预算案的期间 就抨击国梦政府,在毫无预警之下 静悄悄的取消了商船停泊法令负免政策 引起了多方关注 那他指出这是西蒙掌权时顺应网络业者和关联公司的多次要求 在去年4月1号生效的政策 目的是为了要加快修复连接大马互联网的基础设施 以及其他国家的海底电缆 陆兆福指出,魏家乡没有针对如此重大的政策变动 对外公开宣布 更质疑对方是在没有和通讯部,科医部以及冒工部 进行商讨的情况之下 所做出的单方面决定 面对前交通部长陆兆福的质疑 交通部长魏家乡几天前也在自己的面子书上给出了回应 他指出,交通部取消商船停泊法令豁免政策 是为了保护大马公民的利益 而不是外国船只或外来势力 他同时反问陆兆福 难道维护大马人的利益也是一项罪过吗 虽然说交通部长魏家乡早前的文告当中有提到 交通部是在1952年商船法令之下取消了这项政策 并且强调多个东南亚邻国 其实都采用同样的沿海航运政策 那为何大马就不行呢 但是全球多个科技巨头 比如微软、谷歌和面子书 都对魏家乡在本月13号所签署一份联邦宪报 撤销外国船只的沿岸运输权的豁免大感不满 并向首相慕尤丁反映了这件事 希望慕尤丁能够紧急介入 根据中国报报道 这些公司在向慕尤丁提升的备忘录当中 就指责魏家乡的决定过于突然 而且事先也没有和他们商量 不但妨害了海底缆线的维修工作 也将会严重打击大马的经济 和拖累大马互联网的稳定性 对此八点最热报其实尝试联络魏家乡本人 但是对方表示要开会 不愿意接受采访 并请大家敬请关注 他明天早上11点钟 在国会召开的记者会 到时候必定会一一解答所有的疑惑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